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,中科台中原区扩建环差分析报告 今天,在环保署环平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,中科管理局说,这将有助于台积电公司加速推动7奈米生产制程,取得半导体制程顶先国际的先机,也有助于半导体产业及中科发展迈入新的里程碑 中科台中原区扩建计划,开发面积约53.08公顷,引进半导体产业及中下游产业及精密机械液,结合既有原区产业形态,形成群聚效应 中科管理局指出,扩建计划用地分两期师座,第一期公共工程与厂商建厂均一师座完成,第二期先期水宝竣工,公共工程与厂商建厂红布师座中 中科管理局说,台中原区的扩建因半导体厂商制程技术提升,调整化学品使用项目及数量,于106年环差有所差异,因此管理局依法办理变更 中科管理局指出,这次环差分析报告审查通过后,将有助于台积电公司加速推动7奈米生产制程,并取得半导体制程顶先国际先机 也有助于半导体产业及中科发展迈入新的里程碑,提升中部地区整体产值及就业人数,并提高国家产业竞争力的正面效益 请订阅 课论 开始